字幕提供 我是部落射箭油城的負責人 我叫薩夫魯 目前在部落代油城有射箭廠射箭油城 跟製作弓箭的DIY 原住民傳統工呢 它已經斷層了好幾年 在自從射箭交流之後 開始了我們的原住民傳統工的文化傳承 我到長壁去寫製作弓箭的 所以我在成功是第一個 會製作弓箭射箭的原住民族人 那我們要使用的工材 次主最少要兩年以上 我們的處理方式是 把它放在家裡應該兩個月 那兩個月以上之後呢 我們就會削邊 上下工費要等邊 最尾端兩個點跟中間那個工窗那個點 要成一直線 最後我們還要把這個 圖片跟握把固定器 我們會用繩子纏繞 要寫很困難 因為它每一個在穿的時候 它的那個工式都不一樣 只有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省的傳統工件 是沒有圍繞的 那那個圍繞呢 我們為什麼堅持不要把它裝圍繞 因為我們講的是文化傳承 我們的祖先在打獵的時候 使用的劍就是沒有圍繞的劍 以上是工件的簡單的介紹 好 我設一個 左手打直 右手抬平 然後往後平拉扣胸 然後我的姿勢是秒那個草皮那邊 這樣子 那跟各位介紹 部落的射箭遊城有哪些 第一個就是射箭場射箭體驗 那射箭的話 我們的射箭場工件有分 大人 小朋友 男生 女生 全部都有分 左手工 右手工 射箭場所有的工件都是我自己做的 那我們在拉的時候 這個件可能會往外面掉 所以我們在拉的時候 這個食指扶著 你在放箭的時候 這個食指記得不要記壓箭 放掉或者是放掉再放箭這樣子 那射箭場 我們除了小朋友跟大人的射箭距離 我們會做一個規劃調整 那射中防新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小小的禮物 要依照部落現有的東西 來作為一個獎賞 另外我們製作工件的DIY 箭的DIY跟工的DIY是分開的 個別去選擇去體驗 這個是我們部落射箭體驗的遊者 這個射箭部落的射箭呢 我們有一個臉書 臉書的粉絲頁叫 麒麟東風射箭場 那另外我們也有其他陣內的一些景點的一些導覽 如果是說大家有空 對運動非常的有興趣 對洞海岸遊城想要去走走看看的 我們在這裡順便做推廣